一笔一笔核实下来 准能查出问题 这应该算是铁证了吧 陈宏说 这么明显的漏洞 公司内部几乎没有反应 大概是被他所谓的辉煌业绩 唬住了呗 我查过他的功劳簿 确实给劳福公司 挣了三千万 方桂荣以为 这些都是陈年旧账 查起来会困难重重 以他们的力度尤为艰难 一百万元是不少 在尹芙蓉的罪行中 却不见得是笔大账 他的意思 暂且把他记录在案 容后核实 主要精力应集中在电信大楼上 在这儿抓住证据 才有可能一箭封喉 罗瑞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给母亲打过报喜电话 骑上自行车 火速赶往西郊明珠花园 楚楚在家 在等他 念着那张来自本省 东江大学的通知书 楚楚高兴地向自己上了大学 罗瑞自恃自得 有点忘形地告诉他 互联网行业应用广泛 将来就业发展空间无限 说不定有一天 他会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CEO 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 向搜狐网易张朝阳 丁磊们能做到的 他也一定能做到 他也一定能做到 楚楚笑他吹牛 罗瑞否认这是梦画 现在是神话时代 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他的计划是先完成学业 在国内读本科 条件允许再到国外深造 什么叫条件允许 楚楚打断他 你答应我考出去的 万一考不上 我赞助你 不告诉你家里就是了 到时候我在国外等你 你真这么想 楚楚羞难汗首 神聊一下午 不知不觉天黑了 罗瑞看时候不早 急着回家 再坐会儿呗 通知书 我爸我妈还没看着呢 早晚还看不到 明天来吗 看你欢不欢迎吧 腿长在你身上 爱来不来 那么看我干嘛 我走了 走呗 知道我为什么 志愿报的本事 东江大学吗 你不说谁知道 你不猜 我可真走了 走呗 黏黏乎乎的相互注视中 罗瑞极不情愿地打开房门 漠然发现 尹芙蓉站在门外 小瑞在这儿啊 尹芙蓉掩饰着 窥听的尴尬 我刚到家 上来看看楚楚 在单位碰见你爸 说你考上东江大学了 是计算机系 热门专业 楚楚抢答 好啊 祝贺你 大学生 太晚 是不是别回去了 家里有客房 很方便 罗瑞礼貌地谢过 坚持回家去了 小伙儿都上大学了 小伙子越长越精神 在门口 目送罗瑞的自行车 驶进夜色 尹芙蓉像是自言自语 也像是说给旁边的女儿 楚楚把母亲的话 理解为一种暗示和默许 罗瑞到家的时候 父母已经休息 进到自己房间 弟弟也早回来了 歪在床头睡着 手里还拿着日记本 罗瑞耐不住好奇 银井想过去溜一眼 弟弟却刚好睁开眼 你干嘛 罗瑞警惕地收起日记本 啊 想帮你盖上毛巾被 那 我的录取通知书 罗瑞真诚向哥哥表达祝贺之后 纳闷起来 他记得哥哥最初的志愿 报的全是首都院校 怎么进了东大 罗瑞的解释是最后时刻改的志愿 清一色本省院校 因为楚楚 也许吧 罗瑞说 玄疾劝弟弟还是回到补习学校 准备来年再考 别让爸妈失望 他那么聪明 有天资 放弃实在可惜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罗奇答非所问 他们是天下最好的父母 值得你我终生爱戴 罗瑞极为不满 指着弟弟最近老说些个不着边际的话 罗奇也不接茬 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本汽车驾照 看日期是刚刚考取的 你要干司机 罗奇点点头 还没跟爸妈说 要是赶上他们气不顺 帮我劝劝 这么说 今后的生活 你都想好了 罗奇再次点头 自己的想法 已经不可更改 胡经理又来了 这次是在尹芙蓉的办公室 正如彼此心照不宣的那样 他拿到了电信大楼 发包的第一份合同 但在签字时 尹芙蓉警告这位项目经理 签过合同 不等于活就板上钉钉归他了 他这要查验他的设备 人员和施工能力 达不到合同上规定的要求 他随时会收回成命 那是 那是 这个不用您嘱咐 胡经理 胡经理点头哈腰 收起合同书 接着从桌下 拿出一个报纸包 说是他老婆从老家 带回来的土特产 请银总品尝 剩下一个人 尹芙蓉打开 那个报纸包 是一串干蘑菇 伸进去摸摸 果然有一张银行存折 上面的数字 和他的期望值非常接近 接踵而入的是王忠诚 一进来就大咧咧点上一支烟 这儿不许抽烟 否则滚出去 有话说 有屁放 没看我正忙着 王忠诚只好兴兴掐灭 他深知 自己在老情人眼里 都不如一条狗 有什么办法 吃饭要紧 老胡刚才跟你签了 没把自己当外人吧 你王忠诚有资格 听我汇报 王忠诚嬉皮笑脸 祈求尹芙蓉念在旧情 先交个底 群楼归老胡了 人家的实力在那摆着呢 网上的四十层 对你网开一面 随便挑 王忠诚说 想包两层主体 随即拿出自己你的合同文本 要求马上签约 你不傻吧 尹芙蓉看都不看 想这么轻松拿活 不嫌亏得慌 见对方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王忠诚知道 少不得挨宰了 故作轻松 让尹芙蓉开架 你先喊一口 我懂不懂规矩 王忠诚没胆喊 伸出巴掌 在尹芙蓉面前晃两晃 不想这一来 反而把高高在上的尹芙蓉惹翻了 便宜战惯了 做大梦呢 尹芙蓉隶属起 自从王忠诚在他手下 做项目经理 大小工程干过十几个 他挣了多少 自己心里有数 他这里也有数 起初在劳府那会儿缺人 他肯过来捧场 尹芙蓉领情 好活项目没少让王忠诚干 项目经理各顶各发的 嗓门子都透着含金量 说出话来底气十足 他尹芙蓉得了什么 好像他尹芙蓉所做的一切 都是应该应分的 现在他生气了 心态失衡了 要把关系调过来 本末不能永远倒置 听罢一通半真半假的牢骚 王忠诚笑了 说来说去 不外是几个钱吗 说得轻巧 没我 你王忠诚能有今天的千万身家 那就别客气了 呢 王忠诚做出一个执念钞票的动作 尹芙蓉果真不客气 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 五十 王忠诚眼睛瞪得像牛卵 心想 你他妈也太黑了吧 想一口咬死我 芙蓉 咱们终归是老娇气 都过去了 能不能往下调调 没门 利这么少 你让我咋干 占便宜时 你从不这么说 我回去琢磨琢磨 可以 时间不等人 最好捎带考虑一下 今后还在不在省二间混饭吃 最后期限哪天 别人还有时间 尹芙蓉说 对你随时关闭 下班后 尹芙蓉到老地方紧急约见白凤君 上次交给她的那支密码箱 已经存进银行的地下保险库 什么事这么急 把这些放进保险箱 我带在身上不方便 尹芙蓉交给她的是一打存折 白凤君挨张打开心算 竟算到二百万 这才几天功夫 你竟然 尹芙蓉对她的惊恶 似乎很欣赏 笑道 这只是一部分 因为发包还没结束 土建一郡宫 结算时 还有两千万元左右的账外利润 可惜那笔钱不属于她 要悉数拿出去打点 那是早就说好了的 弄好了 荷花公司有可能接手 电信大楼的装饰工程 里面仍有大战可算 在尹芙蓉自名得意的唠叨中 白凤君嗅到了一股扑灭而来的危险气息 小河 适可而止 住手吧 你再这样下去 我会崩溃的 她紧紧抱住尹芙蓉 哀求着 我看出来了 尹芙蓉想 但事已至此 已经不是我想不想干的问题 是大家想干 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游戏规则 尹芙蓉位在她怀里说 贾芳立起项目 主持这件事的人 总之或多或少 有一些私人想法在里面 她花的是国家钱 你不满足她 工程就到不了你手 而自身利益得不到体现 我又凭什么舍命去竞标 刚才说过的两千万元账外利润 将全部由大大小小的主持人瓜分 白凤君搂住尹芙蓉不放 这么多钱 迟早出大事 尹芙蓉说表面如此 实际上会很安全 因为几乎所有的当事人 都重拳在握 互相勾织成一场大网 这就是势力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整张网都会做出反应 去保护她 说穿了 也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 所以 即使她遇上麻烦 不用自己说话 自然有人挺身而出 这是更高层次的游戏规则 一切都会过去 尹芙蓉捧起白凤君的脸 做完眼下这笔 我们全身而退 到天边去 那时你的担心 会倾刻烟消云散 我们将过上一种真正的 无忧无虑生活 罗正民又来见尹芙蓉了 秘书提醒她 只有五分钟时间 接过她递来的材料 尹芙蓉立刻 愁出满脸苦笑 天哪 又是宣传 还有完没完 罗正民不及不许 向她解释 上次着重于系统内宣传 这回则是官方活动 评选全省十大女节 尹芙蓉作为候选人 是有关部门指定的 评选十大女节 我有必要跟着凑热闹吗 引走 大家都不是外人 我有什么说什么 罗正民压低嗓音 身体潜碳 这次评选 荣誉再次 主要是造出影响和声势 有消息说 市里拟定 增选一名女副市长 考察范围 确定在国有企业 本次十大女节候选人当中 国企领导只有两位 你是其中之一 还有年龄优势 如果顺利当选 砝码自然加大 还有个传言 说的也是 尹总下一届 可能接何总 出任省二建一把手 你在上面 知道的确切消息 应该比我们多吧 就算是 在这里面 准备 下个传言 出任省二建订